我們現在用一個很惡劣的環境 就什麼惡劣環境 沒有好的燈光 沒有好的這個光源的形象 簡簡單用人工智慧下去把綠給去乾淨 它是五段式去背吧 世界上非常少見 台灣人做的 第一段去背 我們把它拉乾淨 你也可以一次把它拉掉 但是不太好 因為這裡頭有分很多層 在第二段去背 把遺珠之旱拿掉 然後在第三個去背 這樣的用意就是避免綠色的衣服 你綠色的衣服還有一些 綠色的一些細節也被拿走 如果是人身上穿的 你不用擔心 人身上穿的綠色 它不會幫你去掉 它有人工智慧在裡面 好 條件蠻惡劣的情形之下 照樣把它弄乾淨 弄乾淨之後套用 之後我們把旁邊的crop做一下 裁切做一下 待會有人就進去了 然後待會就要運進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好 那完成好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運進 椅子已經在這邊了 那我們可以把椅子做一下移動 但是我們先不移動 整個人進去 那這是市政的畫面 好 我現在走進去 然後如果還不滿意的話 就要請個Model 因為我是一個人作業 所以我現在有限 讓大家看一下 簡簡單單就完成了一個 虛擬攝影棚的作業 攝影機4K的直立式畫面 攝影機4K的 不均勻的綠墨 快速的吸體支架 10秒鐘搭設完成 收也非常的快 攝影機的架構在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這個棚呢 適合到各個的老師教室那一邊去 還有演講的那邊去把它做起來 它可以一個人的時候就這樣子用 它可以做全身的 也可以做 桌房的 這裡頭有兩層 我們把它展開來就是三公尺 可以三個人使用 平常一個人使用 由上至下拖過去 5公尺 可以做地板運動 特別適合每支式的走音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沒有用什麼光源 我們就輕輕鬆鬆獲得了這些效果 可以看到整個場景的變化 簡簡單單 架設這個東西只要10分鐘 如果超過10分鐘呢 看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效果呢 其實還不錯 那台灣製造公家機關 特別建議 公家機關特別建議 那如果你是屬於比較機敏的單位 千萬記得 買其他國家的可能會有情報外信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還好 這個東西它的作業來講都還算可靠 我們來看線材 這個是3.0的線材USB 一路走到這邊 這裡是主機 那這裡聲音控制 那這是鍵盤 這是鍵盤 同時也是滑鼠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特寫 我們可以做到的特寫效果 看看這椅子 多清晰啊 這椅子多清晰啊 這椅子多清晰啊 那這環境 人沒有在裡面沒關係 好 意識到就好 那我們這邊呢 看看這個U-Bike 那這360度的場景 只要用360攝影機 下去錄一段 然後repeat 然後再丟一些簡介風花雪月 然後最好是5K的 那整個畫質就出來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